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是我,你们的好朋友 细管子,细来 那么现在呢 我在我的老家 比利时,布鲁塞尔 不是台湾 我还到已经结束 挺久了 然后啊,这个是我的 富人灯 我的富人吸音板 我的富人背景 还有我的富人脸 Guys, it feels so good to be back 他妈的不用天天录vlog 或剪vlog feel so fucking good, man 我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这么坐下来 逼逼扯扯了 说实话,有可能有点肉麻 OK,我有点想你们了 然后我有挺多话 我想讲的 上一次台湾vlog之后 我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首先,我们来睿评一下台湾 OK,台湾 很辣 挺好的地方 OK,挺不错 挺nice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去之后 和我去之前 当然想法很不一样 然后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然后啊,我也收集了 你们的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这一期视频 是一个90兆订阅 问答,OK 90兆bro 还有10兆 我们就100兆了 怎么地球上只有13亿人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达到100兆 OK,我感觉好像 有点不太可能 也没有,我也不想多逼逼了 OK,并于这整一个系列 比我们想象中要花的时间多很多 So,我觉得大家 关于这个系列 还有我最近几个月的absence 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啊,让我们来读一下 你们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假扮癌末病人的观众 有后续吗 啊,没有 他到现在没有回我 我能98%确定 That was a fucking troll 想知道西兰在正式认识 放火和尊之后 对他们有什么改变的想法吗 还是他们有什么 令你觉得想象中差别很大 啊,我第一次见放火的时候 他也没有穿舒服衣件我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 Culture Shock Here we go again 好久没有说这句话了 Culture Shock 请问西兰最讨厌台湾哪个部分 黑道之外的 那么关于黑道这个部分呢 我已经发了一个很长的文章 去讲一下 我对黑道想法的这个来龙去脉 然后这也像很多人说的 这不是一个超级影响名声的事情 如果你不在乎政治的话 我觉得最影响名声的事情 All right 是天气 这个反而是 我觉得最我不能适应的事情 Guys the fucking summer dude It is insane Bro,我一辈子没有去过这么潮湿的地方 All right 我记得我好像去台湾之前 我说什么 啊,潮湿不就是11点吗 还是什么 好像说过这种逼话 OK 我好像说过这种蠢话 Bro, it is so bad Oh my god Oh no 我一想到我就感觉有点噩梦 真的 我听说台湾2022年的夏天 是很多人很久以来 觉得最糟糕的一个夏天之一 因为很潮湿或者是什么 Oh my god dude Every fucking day It is crazy 我环岛那个系列之所以很多时候 我下午才出门 就是因为上午 上午不能出门 OK It's so bad 你一出门10秒钟 特别背着那个大包 拿着那个相机 10秒钟之后 你全身都是汗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 要在太阳下面工作的那些人 他们是怎么忍受过去的 真的 It's pretty bad 天气皮黑道糟糕 OK 百分之一百 更糟糕的事情 或者也不能说糟糕 或者是 不太喜欢的事情 讨厌的事情 Not like everyone care 是这个 铁皮加盖 All right Like What How All right 这期视频要有很多瑞评 OK 全是瑞评 这他妈的 50万个瑞评 OK 90兆订阅问答 Right 做完这个视频 我只剩50兆了 Bro The fucking 铁皮加盖 我19年去的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些屋顶上那些东西 都是铁皮加盖 顶楼加盖的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然后我这一次去台湾 三十几天 我也没有第一天就发现 那些全是铁皮加盖 而是我一直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几天 我才问了一个司机 我说那些东西是啥 然后他们说 那个是铁皮加盖 就是很多是违贱的 And then 我开始一个个全部都发现 我之前看到的那些东西 原来是顶楼加盖的那些建筑 原来是很多是违贱的 那种铁皮加盖的建筑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被 Culture Shock Here we go again Bro this is like how Like你可以现在在谷歌上面 你就搜台湾 buildings Bro like look at this image dude 这一些五彩斑斓的 都是铁皮加盖 Like how Like what Excuse my language But like it's so fucking ugly dude Holy fucking shit It's so bad Like你找任何一个台湾接警的照片 从上网下看的 你能看到的都是这些 五彩斑斓的铁皮屋 Yeah that's a shame You know 因为我觉得台北可以是一个 街景很好看的一个地方 人均GDP这么高 GDP也这么高 I mean like 为什么城市建设会是这个样子 Yeah 然后就是 如果我还可以再complain一点 在我这位金汤力之前 第三个最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是感觉不太OK的事情 是这个交通 但我觉得这个老生常谈 我也就不多说了 Alright guys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太瑞评 Yeah fucking suck it up OK Fucking deal with it Alright 我应该说那个obligatory 台湾人都很好 但是一些都挺好吗 Yeah let's do it 当然台湾人都很好 OK 一些其他都很好 美食都很好吃 然后其他都很好 OK Ah dude Alright 我只剩20兆订阅了 西兰 你还有可能回大陆吗 或者在优酷上发点视频什么的 实在不幸国内抖音 That's an interesting take No Wait No to 最后两个 还有可能回大陆吗 Maybe 我们得看一两年之后 Or something 但优酷上发点视频 实在不幸国内抖音 No Fuck no What the fuck 西兰可以多拍一些 对有趣影片 时事的回应或评论们 括号像看饿了味这种的反应影片 最近半年比较少这种类型的影片 谢谢 还是我更喜欢做的节目内容之一 不是说我们不会搞Vlog OK 还会搞 只是不会搞这么大的工程 I guess Next one CC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会和你在病人上的朋友们合作吗 虽然现在感觉很难了 不过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你们的感情依旧不被物理距离所隔绝 I mean 有些时候我们还会聊天一会儿 但是啊 我直播上也说过这些话 就是 我有些直播 还有有一些时候 我视频里面开的玩笑 有些时候越来越敏感 特别是我直播的时候 我这个 Edgy joke 越来越多 我会很难 Turn off这些Edgy jokes 然后如果我和我这些国内的朋友 在录视频的话 或者在直播的话 我会不意识到 他们还有一个国内的频道 然后我会 不关掉这些Edgy jokes 然后也许他们的生涯就会有风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最近直播的时候 没有找他们 OK 因为我在为他们担心 我在为他们着想 因为我知道国内平台审核多么敏感 OK 很多时候你都不需要 在他们所在的平台说任何一句话 你只需要在平台外面 和某一个人有一些互动 就可以导致你整个频道被干烂 所以这个对他们的生计 不是非常的负责任 但是我当然还想念他们 然后我也当然 有些时候会和他们聊天 所以 来台湾玩过一遍之后 对金汤力所讲的那一些 在台湾生活的问题 有什么感想 我有点想做一个独立的视频 就看一下 我以前对金汤力的这一些看法 有什么看法 然后看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说 你知道吗 金汤力说的很多话 是挺对的 I don't know Tell me 我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个视频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会多久 All right 但是我们好久没有更新了 所以如果这个视频久一点也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要来看 我以前对金汤力的看法 有什么看法 All right 就在这一期视频 Guys 我都没有单独做一个视频影片出来骗钱 Can you fucking believe it 你他妈的怎么还没有点赞和订阅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Actually 你觉得点赞和订阅就足够了吗 我之后说的一些话 可能会让我的生涯就此结束 所以啊 在我生涯结束之前 我还得捞一下筋 所以我想问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安装 Nord VPN 我是认真的 OK 我觉得在2022年 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个VPN Luck这里是事实 OK 在网络世界 有很多人想要占你便宜 真的 网上很多坏人 就比如说有一些时候 你需要出去旅游 然后你需要订这一个酒店 然后你需要订这一个机票 然后你可能看那一些 网站上面那些价钱 你觉得很合理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如果你换了一下自己的IP 你可能获得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价格 然后你就可以省一笔钱 但是你不知道 世界上有这种 可以换IP的服务 所以你就被别人占便宜了 再比如说你现在在咖啡店里面 你在喝咖啡 然后你看到一个完全没有密码的WiFi 你想也不想 直接点了进去 它也没有弹出什么窗口 你就直接可以上网了 殊不知 你现在所使用的WiFi 很有可能是不安全的 有可能开车这个WiFi热点的人 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一个小二笔卵子 但是你不知道 然后当你上着网 输入自己银行卡信息的时候 你旁边那个人 也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又被占便宜了 网络上的坏人真的很多 OK 你真的需要一个VPN来保护自己 买机票订饭店有人坑你 No OK 换个地址 完事了 网络环境不安全 没有关系 NORVPN 你的网络现在就加密了 然后我刚收到的一个短信 OK 来自NORVPN 他们说如果你现在买两年他们的服务的话 他们就会再送你四个月 然后你知道最厉害的事情 最牛逼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NORVPN真的很不喜欢看到别人被占便宜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他们服务的话 你可以三十天内直接全额退款 没有错 三十天之内直接全部退款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直接去我的简介里面 去查看更多关于NORVPN的信息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为网上的大王 不管怎么说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视频 这个是一个很天真的还没有去过台湾的西兰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已经去过台湾 然后环岛过的西兰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观点有没有不同 All right 西兰 Let's go Yes 瑞萍 天真小伙的瑞萍 我回来台湾之后 所有东西都要用现金 我也不带钱包 我去比利时现在我也不带钱包 其实前一年比利时这一边 有些地方还是需要用现金 现在基本上所有地方 你都可以用Apple Pay 或者是用那个卡扫一下 就行了 I actually don't know台湾现在是什么样子 但如果有些地方用现金的话 It's fine All right It's not fine All right It's not fine All right Stop it 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地方还用他妈的现金 Maybe 日本 Oh 日本还用现金 我们也可以一起用现金 Stop it Okay 移动支付 Where is it I mean look 有些人会跟我说他们可以用Line Pay Okay 我外国人用不了 Okay 我没有台湾卡 用不了 All right Is that your fault or my fault? I think that's my fault 但有一些夜市小贪不能用 然后我很miss 我可以直接拿一张卡 或者拿我的Apple Pay 去哪儿就直接Apple Pay 我觉得如果你出门必须要带现金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到一个行动支付很发达的地方 It's not a huge deal Is it a big deal? It kind of yes It kind of yes 特别是当你去过那一些完全不需要任何现金的社会之后 你会开始想念不带现金这种事情 Unlook 这个不是在跟大陆做比较 Okay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可以不带现金出门了 特别是北欧 行动支付一直做得很好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对这个行动支付的话语权就掌握得这么紧 导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行动支付就想到大陆 但是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行动支付都做得特别好 有些时候甚至比大陆还要好 All right Raping一个接着一个 All right 下一个点人什么西来 对还要丢垃圾 No 我的天哪 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也超级不习惯的是 每天7点左右的时候台湾不就有那个垃圾车吗 Yeah 垃圾车音乐挺搞笑的 But I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住饭店 所以别人帮我扔垃圾 然后听说其实很多那一些大楼里面有人会帮你丢垃圾 或者是你可以放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什么 在比利时OK 一个星期两次我要把垃圾丢到我外面的街上 So it really is not a big deal to me 上海跟台北啊 全台湾的人都还会叫台北天龙国 觉得台北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大城市 然后哇消费很高 这边的人有钱很赚 就如此类的 我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 台北大城市 啊 台北高消费 我就 哦是吗 对我来讲是我的吗 straight flex indeed guys I want a straight flex can I straight flex bro I have this raping it is oh no how many raping can this video get oh my god I'm ruining my career oh my god dude ok she kinda has a point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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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like of course 上海有2400万人 ok台北几百万 right of course 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去台北 你觉得台北的消费程度 或者是高消费的场所 会比上海多 或者和上海差不多的话 like you're kinda stupid but like 如果我们就在说他的 point it is kinda true 台北的很多高消费地方 就不应该是高消费地方 like你的服务没有达到一个高级的水准 然后他们还是要charge这么多 it's like what's going on here 如果你把台北跟伦敦跟纽约这些城市比的话 如果你跟他们比这一些顶尖消费 还有这一些顶尖服务 顶尖美食的程度 还有他们的店有多少 或者是等等的话 I mean like 台北当然比不上这些地方 I mean that's obviously true 如果你跟伦敦跟纽约比 跟东京比 like 台北在哪里 right it's like no 台北不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 台北那些高消费的服务场所 还有啊 居住场所或者是美食场所 真的竞争力没有这么高 alright and I think 金汤里 kind of has a point the way she said it 可能让一些人不讨喜 让我当时这一个 没有去过台湾多久的这一个人 也感觉有点不讨喜 但是我去完了之后 我感觉 you know she kind of has a point 你楼不能指大而已 okay 你科技不能指新 然后就完事了 就我举个例子 alright okay 我有举到这个例子说 你楼不能指大而已 你科技不能指新 一个城市内涵是什么 也很重要 which is true 100% true alright 但是我觉得楼大楼新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挺重要的 alright hot take 我感觉我挺在乎 我城市建设的 其实 我挺在乎一个城市建设 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觉得一个城市 它外楼看上去干净 他没有铁皮加盖 然后它城市建设 make sense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 挺重要的 so yeah although it is hard to say but I have to say you know actually 金唐利 kind of has a point okay and I really do think i kind of owe her an apology sorry 金唐利 for being so mean okay 我应该去了台湾 在瑞萍 okay it is my fault 我今天新的瑞萍 感觉你说的一些话 挺正确的 alright 也许说出来的这个方式 不是很让人讨喜 但是谁又能judge this一点 我说的一些话 也不是让很多人都讨喜 然后当然 很多这些事情 是因为台北人口就这么多 但是双北加起来 其实人也挺多的 但是人没有这么多 就注定不会有超级多的大楼 或者是超级多的高楼 等等等等 也不会有超级多高消费的地方 但一些事情 我觉得和人口多少 没有太大关系 alright 所以比如说城市建设 比如说这个墙的外墙 脏不脏 这一些事情 我觉得和城市人口有多少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一个 任何人口的一个城市 都应该focus on improving的事情 alright guys 这么多富贫 我猜很多人也在想 或者是也在猜 西兰里有这么多瑞萍 然后有一些 对台湾的观点 好像看上去也挺负面的 那为什么你还要来台湾呢 那么这个是因为 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就是台湾是在世界上 唯一一个是 华人社会是主要的 而且还是民主的一个社会 还有哪一个地方 是以华人为主 并且是民主的社会 新加坡 I mean like come on 所以就算台湾有一些问题 然后台湾有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 充满希望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一点 而下一个问题 你有后悔过还台吗 Raping after raping No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但是有一点 环岛之前的我和环岛之后的我 频道会很不一样的原因是 环岛之前的我 对台湾根本没有什么了解 OK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很想了解台湾 因为台湾是一个 唯一剩下的华人民主社会 我很想了解它 然后我一直听说台湾的好话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认为台湾是一个 很适合我去居住的一个地方 作为一个 必战被封主播 等等等等 然后越来越多 我有很多观众 他们是台湾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自然而然的 会蹭一些关于台湾的热度 比如说 我会去看一些 这个注音 怎么写 或者是我去吃一些 台湾的零食 那个是因为我真的 对台湾的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好奇心 然后之所以 我有那一个好奇心 所以那一些视频 才会看上去这么自然 以及幽默 以及搞笑 那么在我环岛了之后 我不会说 我对台湾所有事情 都非常了解了 但是我觉得 我也略知一些 所以如果你让我现在 再去做那一些 我以前做过的 那一些影片 比如说 让我去学注音 让我去吃台湾零食的话 我不会好奇 我会觉得 why It's like Yeah 注音 Yeah 台湾人都用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台湾零食 Yes 台湾有零食 fucking shocker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为什么需要试吃 我没有在对台湾 有很多的那种好奇心 这也导致我做不了 很多那一些 出自于对台湾 好奇心的那一些影片 which听上去 像是个坏事情 但我觉得 不应该是一个坏事情 我觉得我做的 那一些以前的视频 很多人想说 我只是为了 蹭台湾的那一些热度 which is like true 但是我真的 对台湾那些事情 有好奇 然后我觉得 我还倒了之后 没有太多这些好奇心 也许是一个好事 也许我可以move on 天天做着这一些 好奇台湾的影片 因为我其实觉得 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做台湾内容一两年 然后你还能做 好奇台湾的内容 四五年五六年的话 我反而觉得 这个是一个 不自然的事情 OK 你能保持好奇心 探索一个地方多久 like没有这么久 但是当然每一个地方 都有它的更多的潜力 很多其他人 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 做到那个地步的话 那么相当于 你是在深挖 这一个地区 它潜在的那一些 有的事情 I mean 我不是非常感兴趣 去深挖一个地方 它潜在有什么 大多数人 不知道的事情 OK 我以后不想 就天天吃着台湾 这一个村里面 有什么美食 那个山里面 有什么景象 OK 这个不是我频道 以后的走向 I mean 也许我以后会 稍微做一两个 这样的视频 但我不想把自己 定义成一个 台湾YouTuber 所以我觉得 环岛之后 没有这些好奇心了之后 然后我不能再做 这一些好奇心 其实驱使了关于台湾的内容 应该不算是一件坏事 所以长话短说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下一个层热毒 是马来西亚 OK 所以 Yeah 马来西亚观众 Fucking get ready OK 他妈的马来西亚 你们用什么 你们用注音吗 还是拼音 还是什么 他妈的另一个输入法 Let's research OK 马来西亚临时 他妈的安排上 OK Yeah 台湾You're done All right You're done 再见台湾观众 马来西亚 next I'm kidding All right 有些时候还会做一些台湾内容 但我也会做一些 更多其他地方的内容 然后有些时候 我也会做一些游戏内容 我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OK 不就是和这一个地方有关系 而下一个问题 会不会觉得出名了 反而不能去大胆 评论一些事情 出名 90兆 Yeah I mean 订阅视频以前多 然后当然与此同时 你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会想要对上去你说的话 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当我吸引了一批观众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是什么样一个人 这个会让我感觉比较的 disconnected Like you don't get it 你为什么要看我影片 Like我不喜欢这样的观众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这一期视频里面 有这么多瑞评 因为之前那一个 实际环导影片 我觉得大多都挺正能量的 然后很多人 可能会因为 他们觉得我很喜欢台湾 很热爱台湾 所以来看我的影片 但是 I'm not your guy OK I am not your guy 我不是在这里 天天说着 喜欢台湾 来获得你们的播放数 还有订阅数 然后如果我吸引到了这些观众 也就是那一些 天天期待着我说 台湾好话的那些观众的话 我觉得这其实对我频道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不是我的为人 OK 我的为人是他妈的 天天说真话 然后不说真话 我心里就不舒服 所以如果我有太多这些观众 然后他们都每天等待着我说 台湾好话 但是我心里想说的是 你知道吗 我对台湾真实的看法是这个 然后我感觉我说不了的话 我会感觉 Holy fucking shit 我感觉我被困住了 OK 所以我之所以说这么多瑞评 其中一个原因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可能是想 洗掉这些粉丝 我不想给这些观众 有任何误解 我不想让一些新来的观众 以为 我是台版弗拉夫 然后我天天 在频道上面做的事情 就是去探索台湾这个 探索台湾那个 然后说台湾 你知道吗 这么不错啊 然后我说这些话 也真的不是我故意在唱反调 OK 这个不是什么 反向财富密码 我他妈的 扁一下台湾 我就为了收割更多订阅 It's like 我的为人就 就这个样子 All right 我就是必须得说真话 我不说真话 我他妈心里痒痒 OK 我做不了这种事情 OK 我真的他妈做不了 All right And like 如果我们真的看一看 如果我们真的以客观的 眼光来看一看 All right 台湾的确有很多地方很不错 人的确特别友善 但是很多地方 真的不是最优秀 Right 比如说这么多铁皮夹盖的建筑 比如说很多地方的道路设计 还有城市设计就不make sense 比如说黑道从政 黑金政治还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些不是我故意唱反调 这些是任何一个 去了台湾一会儿时间的人 都能figure out的事情 这一些是真话 这一些是实话 OK So yeah 我觉得这些话必须得说 我做了那一个环道影片 实际里面说了很多正面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也得说一些负面的话 OK 所以这样子我的观点 才能看上去真实还有公正 然后我不会吸引那些误解我的人 来当我的长期观众 因为这个说实话 是我最不想要看到发生的事情 Alright guys 还有差不多半个月 我就要去台湾了 然后这一次我会和我的这个哥哥托比亚斯一起去 然后我们会做更多内容 可能有些内容也和台湾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想做更多类型的内容 很多时候我也只想坐下来BB车车 因为我觉得坐下来BB车车做视频 真的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你可以啊继续期待一些新的视频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期待我的直播 因为我最近直播真的挺多的 然后一直播就是好几个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有discord了 所以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它在视频简介里面 里面会有我的开播通知 还有很多所有关于我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点点个订阅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